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诗篇第31篇 热火啊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受愧 凭你的工艺搭救我 求你刺耳而听快快救我 做我坚固的磐石 拯救我的宝藏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 引导我指点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 为我安设的网罗 因为你是我的宝藏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热火成事的神啊 你就赎了我 我恨恶那信奉 失无知神的人 我却依靠耶和华 我要为你的慈爱 高兴欢喜 因为你挣过我的困苦 知道我心中的艰难 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 夜华求你连事我 因为我在极难之中 我的眼睛依庸重而干瘪 连我的身心也不安疏 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 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 我的力量 因我的对面摔板 我的骨头也苦干 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 在我的灵射跟前更顺 难认识我的都惧怕我 在外表看见我的都躲避我 我被人忘记 如同死人 无人纪念 我好像破碎的器皿 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绑 思维都是惊吓 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 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 夜华我仍旧依靠你 我说你是我的神 我终生的事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 还那些逼迫我的人 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 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夜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 因为我曾呼吁你 求你使二人羞愧 使他们在阴间坚默无声 那撒谎的人 蠢骄傲轻慢 出狂妄的话攻击一人 任他的嘴哑而无烟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诗人面前所实行的恩惠 是很等大呢 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遇见忍热计谋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 免受口舌的争吶 夜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在坚固城里 向我施展奇妙的词案 至于我 我曾急促地说 我从你眼前被隔绝 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 夜华的圣民啊 你们都要爱他 夜华保护诚实人 足足报应 行事 骄傲的人 反以仰望夜华的人 你们都要壮大 兼顾你们的心 今天读经的时间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读算经 拜拜